相礼相亲 伴侣就像今天来相亲的张云忠张大哥 今年67岁 本以为能跟妻子互相支撑陪伴到老 可是没想到这岁数大了 跟前妻的感情却越来越淡了 离婚后的张大哥认为 今生夫妻缘分寄人已尽 那还不如选择放手 让彼此解脱 但是放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他跟前妻有一套共同房产 至今没有分割 所以他是离婚没离家 现在的处境 是跟前妻还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只不过他住在北屋 前妻住南屋 两个人天天地都不见抬头见的 很是尴尬 所以现在张大哥就想找个老伴 赶紧离开那个 只能称之为住所的地方 他说就想找一个有房子的老伴 倒插门 既然想法明确 那咱们就给张大哥安排 你好 你好大哥你好 辛苦了 你们更辛苦 坐着动车来的 嗯的 40多分钟 真早啊 6点多就出来了是不是啊 我4点在家起床 5点下楼 吃完饭下楼 因为我想到的是你们太辛苦 我应该等你们 不能让你们等我 太早了 所以就给您约到这儿来了 要不后来就在车站等我们一会儿 这都行 待哪儿都行 夏天主角张云忠 1953年出生 67岁 吉林市人 李毅 社保退休 月收入1600元 没有独立住房 这么早出来是不是没吃早饭呢 吃完了 吃完了 没吃的话在我们这吃口饭 不用不用 谢谢你们 那再暖和暖和 那行行 为了今天的相亲 张云忠那可真是不辞辛苦 4点钟起床 6点多钟就坐动车 从吉林市赶到了长春 比跟红娘约定的时间 足足早了一个半小时 红娘赶紧给张大哥 约到了吉林广播电视台 冷不冷啊 在楼上 不冷啊 为咱们把您领到我家 那不叫家 那只是我一个住所 没有女人 男人就是管管 就是跑腿 你再有再富有 你也是管管 不属于家 那只是我的住所 那现在离了之后 您住在哪啊 我住北屋 他住南屋 你们是还同在一个屋檐下 一个屋 那你们在一起 不便宜吗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像朋友一样相处啊 没有 就到目前为止 那有交流吗 平时 没有 一概没有 好长时间都没有 除非他吃的你 这个不对 那不对 那是说话 张云忠的老家在农村 三十多年前 他独自到吉林市打工 第二年就把老婆孩子 接到了城里 在吉林市安了家 他说年轻的时候 虽然日子苦点累点 但是有笨头 干劲十足 可没想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 内心却一天比一天苦闷 我想当年就在公园 喂鹿的时候 我不怕你们笑 不怕全省人民笑 当时我的心情是相当苦闷 我就想找个相当的地方 我预备个小塑料绳 我就离开人世 就完事了 后来呢 一行是又有姑娘 又有儿子 又有孩子 那是没礼意的时候是吗 对 相当苦闷 怎么会有那样想法呢 就是太痛苦了 过年日子过得太苦闷 你看看 年轻的时候 夫妻之间感情都挺好的 这老了老了 又有楼房了 我们买的平房 住十年 增值六万 完了我要两套楼 我又添五万块钱 给儿子一套 一室一厅的 我们要一套两室一厅的 多好啊 就到09年养路回来 给我的感觉 好像一天不如一天 一点一点 我就给我的感觉 老伴怎么对我就这么冷淡了呢 我上岗的和他说话 他都吃的 我就不多说了 没有用 张云仲怎么也想不明白 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伴 为啥对他如此冷漠 他说既然前妻先松开了 两个人之间爱情的那根绳 他也只好选择放手 2016年他跟前妻协议离婚 可是离婚后两个人的共同财产 一套61平米的房子没有分割 如今他和前妻 他和前妻共处一失 只是他在北屋 前妻在南屋 我在屋里我不能炸锅 不能炒菜 但是呢 我就搁微博电磁炉 一顿就行了 我不跳进去 吃饱了喝不着就行了 我手机上 我造了一个八月十五那天 我一个小 交口板 我就饭桌 我床上一搁 我八月十五那天 买个鸡腿 买个鸭腿 一瓶啤酒 还有点啥呢 我都照了 挺有意思 那边看的电视 反正就算回事吧 自己拍的 这就是 我坐床上 这鸭腿 这鸡腿 这地瓜 那是地瓜 大豆腐 豆腐呀 这啤酒 我看这馒头了 这是豆腐啊 这馒头馒头 不是豆腐 馒头馒头 这是白玉姐 过节的时候 自己的一个晚餐 算是吧 算是吧 那咱没到 姑娘儿子家呢 他们都挺忙的 不麻烦他们 离了之后 孩子再没上家里 吃过团圆饭 没有 过年过节的时候 也不在一起 过年的时候 各个各的呀 我今天我心生 我要糟了 三人下午 我能 我得含着热泪 吃那顿饺 张云忠说 离婚这四年 一家人再也没吃过 一顿团圆饭 逢年过节的时候 都是他一个人过的 现在眼瞅着过年了 他多想在春节的时候 能拥有一份 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的颜值底 收入底 这两项硬件 我不占 我有啥资格 还这样呢 以前我说过 我想找的吧 身体健康 知情大理 身高必须得 一米五零以上 往下的话我不说了 不抽烟的 不养宠物的 要求还挺多的 这不少 还得有房的 我倒插门的 这不都是要求吗 您想倒插门 对 倒插门必须的 要买点啥呀 香蕉 苹果 没看到现在 苹果有 那问一下老板 咋还想买香蕉呢 苹果四七 还有这说法呢 那你问问老板有没有 老板有没有香蕉啊 有 张云忠说 第一次上女方家 咱可不能空手去 不过买一啥水果 那都是有讲究的 而且数字还得吉利 只为讨一个好彩头 这买香蕉 这买香蕉 咋还数上数了呢 十全十美吗 买十个 那咋的啊 让他分一下 带着买好的水果 去往大姐家的路上 正好碰着了迎接我们的大姐 大姐 你看哪样 看着大姐了呢 看着了 怎么样 够呛 为啥呢 要盘不起呗 你好 大姐 哎呀 你这上超市买饮料去了 买饮料了 太客气了 客气啥 来我接过来吧 动手 没事没事 哎呀 应该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 认识了 认识了 咋认识的 这就主人公了 这就主人公了 姐叫李贵清 哥叫张云忠 嗯 姓张 相亲对象李贵清 1954年出生 66岁 长春市九台渠人 离异 设法退休 退休金1400元 住房面积85平米 来 请坐了 辛苦了 开大就放在这 也没多买十条 买些两样 一个是十四求是 坐坐坐 一个是十全十美 谢谢 有十四求是的前提 才能等于出来十全十美 我是这个想法 大姐 你这屋买的时候 就装修好了的是吧 对 买了二手房 然后这些家具都是自己买的 这不是 这都是银行 全都是银行 买的时候都带的 对 全都带的 挺好 这房子也挺新的 新的 大姐家养了这么多花 没事啦 一哈两花 屋里还有呢 是吧 这不叫虎屁兰吗 对虎屁兰 这都是虎屁兰 都跌起来 平时也是啊 平时也是 不愿意堆这个窗 你所人 就跌在这衣柜里啊 本来到那屋了 在那屋了 天天往那屋 就一窗被一窗 一个枕头就拿着就过去了 不麻烦吗 不麻烦啥 不麻烦 到这儿看看呗 我看这屋怎么那么多 一箱子 我查的那个卖的货 我说原先卖货 剩下 这屋里全是东西 卖啥卖衣服啊 不是 你卖那小摆的 什么手套帽子 这都是我 这都是我饭的 挺好 不满的都得这样 剩这些货 你没帮他卖没啊 我不愿意卖这东西 我也不会算账 我不乐着 你今天在家忙啥呢 今天忙啥呢 今天就是忙给你们做饭 是吗 做饭啦 我说锦物这么香呢 厨房你们看都备好了 你做菜了点啊 做菜了 都是我做的 把菜都备好了 切出来了 都切出来了 我先炒鸡儿椒干豆腐 再炒一个那个鸡蛋 鸡蛋柿子 鸡蛋西红柿 你这肉买的 新买的呀 新买的 那肉买那些呢 还有的吗 我给你们炖的那个 川白柚炖的 我说这么香呢 那你买的也太多了 买点这个随便买点菜 这干净花 大多看着没 看着 你远到来的 为招待你 特意准备的大姐 表示感谢 没事 到大姐家看之后 感觉怎么样 伺乎耐劳 纯老 正经过日 这是百分之百的 一点虚伪度没有 一进家门就感觉 大姐是个这样的人 对对对 太好了 看当时看出在的 也一般吧 就是 瞅着 烙磕啥的 还算行 我是离异的 我们家那个那赌钱 刚开始小玩 后就大玩 后俩就是离婚了 反正仗也没少打 就是那个支付他耍钱 劝也劝不动 我脑袋也让他打坏过 就像剥了瓶子打着 把我脑袋缝好一针 就没有感情了 打那样谁能有感情啊 咱们说支付正经事 支付耍钱咱们说在的 派说成天抓的 咱们说在左一次抓 又去抓 又上家拿东西 又干啥的 说在这一头就没法过了 但是我房子都是我盖的 太要求 完了这我又资格 又买这个房子 这么样的女同志 奋斗奔波 到这种程度 让我相当震撼 真的 虽然说是也有女中豪杰 那不一定都是达到这程度了 我很理解他 我很同情他 我也很喜欢他 虽然刚见面时 张云忠心里有点没底 但是到李贵清家里之后 看到这个女人那么独立要强 又如此热情好客 对李贵清的好感 那是直线上升啊 李贵清这些年 先 李贵清这些年 录像是绝对的 有什么本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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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贵清特别不理解张云忠为啥离婚了 还和前妻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跟她当年的处境可不一样 那么张云忠和前妻之间的爱恨纠葛 到底是怎样的 她和前妻将来是否有复婚的可能 谁也不好说 而这恰恰是李贵清所担心的问题 我觉得她打一个屋里猪我有点担心 所以过来回去 这玩意儿有点 我有点不这么太放心 就说我去信你 他那玩意儿理论还没离开 还没分开 是不是有点 也有点怀疑 就说我去信他 说没有想法那是下去了 是不是也有点想法 这个活法就是说 没有亲情 挺闹心 我为啥就是心情排泄 给你打电话 给你们栏目主打电话 你现在我再打断一下 现在你这工资多钱呢 反正我自个儿够用 1500多 将近1200的收入一个月 对对对 那个你就是说的那个 你就是1500块钱 你怎么分配呢 全交还分配啥呀 我这一堆这块的都在这呢 饭是我的经济全交完事 反正你就看我这人 我没想要你咋的磕声啊 我也不想要你工资低 啪 你就拍板 这就是你幸福的开始 我还是这样讲的 那个咋喇叭 畜畜 深刻的把他了解了解 我不反对 你看看他给乐了 是 真的不反对 那必须 深刻的了解了解 谁也不能往外面吃菜 今天咱们就 是闹着这儿吧 我看往外面就做菜做饭吧 这不是行了吗 没行没行 我的书面材料 我得都 麻烦了 书面材料 从见到红娘开始 张云仲就一直跟红娘说 她有一个请求 一定要让她把自己的作品 展示展示 可红娘知道 李贵青一天书没念过 就会写自己的名字 她非得要展示 能不能把一桩好事 给整岔皮了 赞美乡里乡亲栏目主 中国吉林电视台 百姓生活巧安排 乡里乡亲 请您来 缘分以报皆真爱 感谢党的好政策 人民生活富起来 乡里乡亲栏目主 永远辉煌 展未来 张云仲写于 2020年4月8日 写一月了 好 报名之后写着 不用掌声 关键的 这儿呢 小李啊 大哥跟你讲 看到吗 乡里乡亲找到他 就是你 旁人不识 金香玉 旁人不知道你是 金之香的玉 这个珍贵吧 心中牡丹保释你 在我的心中 你是牡丹花 保释你 都不是月季花 懂吗 乡里乡亲牵红线 今生有幸 见到你 这话不对吗 不让我说出来 我今天晚上叫都不能睡 马上说吧 中院你我共相思 别笑 中院你我共相思 年迈鸳鸯永不离 肝胆相照望遭阳 风雨通走观晚霞 时尚老人跟当走 幸福共享 到白头 咋样听了之后 他过了磨叽有点的 他还行 到时候都这样 说就行了 他没有没有跟我说 没有大原则的问题 都能接受 知不知道 是不是 你看你放得了 这还有呢 这最关键的 关键才关键呢 行了 行了 你看那些得了 我得做饭去你 敢当我帮你知道 所以你会做啥呀 我会炒 所以你懂我的那个人 来来 做饭 李贵青是个热心人 眼瞅着到中午了 说啥也坐不住了 招忙做饭去 为了这顿午饭 李大姐呢 还是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 他说咋的 也得让远道来的客人 吃饱饭再回走 这边李大姐长勺 那边张大哥打下勺 在两个人的配合下 一顿丰盛的午餐 很快就做好了 让你受累了 这没事了 你受累了 我都请你们上饭面吃 还是得加温馨 我这新买一下做了 妈呀 给你们吃饭买一桌 只要小李给我机会 我不会让他失望 你大国 大姐啊 多长时间没人给你打下手了 多长时间没人给你打下手了 多长时间没人给你打下手 都是我四个哈 这感觉咋样啊 挺好啊 快吃饭吧 感谢贵姓热情款待 为我们做了这么一桌丰盛的好菜 没做什么玩意 没啥好吃 称呼都换了 真的 这才叫人生 真正的幸福 这才体会到幸福了 我甚至有时候 这个设想 我要有这一天的时候 有可能我的眼泪都要控制 今天能不能控制住啊 能 好事 别忘了留电话 最关键 一会儿我把我名片给了 还有名片呢 自作的 你们俩打电话联系吧 没事你就请跑跑 是不是啊 我坐坐来两张 坐来也想到插门 先实习实习 咱们先凑一些吧 你应该 你别看我今天说话比较多 我这求之不得的 难得的这个机会啊 我就想把我的整个的心情 都倾诉出来 表白名声 我给你倒点饮料吧 不用你倒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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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你们来我也挺激动的 他们大哥搞不高兴啊 挺高兴的 谢谢 我更高兴的 好相处啊 为了我们讲来的幸福 干杯 看到此行此景啊 我实在是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你看我们李大姐 多贤惠 多敞亮 为了招待张大哥 特意新买的桌椅板凳 连盘子和碗都是新的 你再看看我们张大哥这套 当李大姐答应跟他接触的时候 张大哥这嘴啊 都合不上了 哎呀 眼看着张大哥这四年的痛苦啊 郁闷啊 委屈啊 在今天这一瞬间都得到了释放 真替他高兴 有这么一个贤惠能干的女人 愿意跟他相处 即使倒插门也不介意 这是多大的福分呢 真心的祝福我们张大哥 还有李大姐 能够珍惜今天的这个缘分 幸福快乐的度过后半生 那如果电视机前还有单身的朋友 您也想拖单的话呢 就赶紧联系我们吧 热线电话还有微信二维码 都为您准备好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他退休前是干部 退休后是骨干 老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我平时生活旅游 爱好旅游 冬天呢就是说 吸引温泉 也跟他互相拍个电影了 或者说拍个节目演出 离婚二十载依旧不想凑合 此番相亲 他的要求有些特别 男人在外边顶钱利益里 挣钱养活家 应该把家为优好 性格直爽 交友广泛 个性十足的他 将被对方如何评价 有啥说啥的欧哥 乡里乡亲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